土瓜灣被一輛貨車撞到的一對80多歲夫婦 丈夫嫌至今天凌晨不治 事發在昨晚中52點多 這對分別83和85歲的夫婦 在土瓜灣上鄉度過馬路的時候 懷疑被一輛輕型貨車撞到 丈夫頭部嚴重受傷 昏迷送到伊利西伯醫院 今天凌晨5點不治 她的太太宋苑時候清醒 52歲輕型貨車司機涉嫌危險駕駛 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被捕 暫時獲准保釋口茶